在2月份 幸福蔓延 敞开心扉 终有归宿的三大星座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 谢谢 原标题 在2月份 幸福蔓延 敞开心扉 终有归宿的三大星座感情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有些人虽然可能内心非常期待 但是他们的情路很可能会充满坎坷 有时候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 会成为自己一个很大的心结 在2月份 这三大星座终于等到了自己的桃花运 周围会有很多人愿意和他们深入接触 负担的概率会非常大 但是一定要保持心平气和 以免因为高兴而做出冲动的选择 处女座处女座在感情上很难做到分心 只要决定爱一个人就会全心全意 因为另一半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自己后半生的托付 处女座从来不会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很多时候会主动去为自己争取机会 而且不会刻意去隐藏自己的情绪 会主动去分享自己的开心 在2月份 处女座终于遇到了自己心仪的另一半 这个时候他们很快就会打开自己的心扉 让对方尽快了解自己 这样彼此的感情谈起来会轻松很多 摩羯座 摩羯座不喜欢人与人之间那种复杂的关系 因此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喜欢一个人埋头苦干 对于感情 摩羯座也只是希望可以拥有一场简简单单的恋爱 彼此之间不需要太过于完美 但是一定要相互包容 在2月份 摩羯座终于等来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周围的人再也不会逼着他们去相亲 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 对方会把你工作之外的事情安排得妥妥贴贴 是你人生的贵人 双子座双子座的异性缘非常好 但是为什么最后很容易变成单身呢 因为他们交朋友非常有原则 如果他们一开始只是把你定位成朋友 那么你们之后也只能做朋友 在近的关系恐怕很难再推进 在2月份 双子座终于可以遇到自己期待已久的心仪之人 这个时候他们不会再轻易放手 而是会坚定不移的选择和对方一起走向婚姻 不想再给自己留下遗憾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